大家好 我是桑普 早晨 又跟大家說一說香港的新聞 當然離不去鴻門宴 根據台灣自由時報 綜合了台灣自由時報 香港商台新聞和香港01的報導 看看鴻門宴是否惹起了親共派 建制派的功憤 爆出林鄭月娥出席商會的婚宴 現在疫情是受控就可以出席嗎 那就是懷疑是李國璋的對話流出 質疑林鄭月娥是鴻門宴何罪之有 基本上林鄭月娥就憤怒到自己震震 來針對這班出席鴻門宴的人 林鄭月娥反駁楊立門的質疑 指出席婚宴在疫情惡化之前 針鋒相對 更加坐實了 我一直以來由一開始爆鴻門宴 都說這是權力鬥爭的一環 即是說林鄭月娥去針對一班鴻門宴出席的官 甚至無念自己出席的一個自己的嶺 徐英偉都不知是中原版的嶺 基本上就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長期逗留在鴻門宴的現場 會針鋒相對 甚至就是說這班 13個官員 20個議員 全部都是說 這個完全不守防疫的規定 但是同時 其他人就說 喂 我出席人的Party 何罪之有 這個是呼籲 勸喻 而不是法令 我出席這件事沒有犯法 這件事的話 兩方面針鋒相對 搞到這樣 為什麼呢 請我們分析一下 兩個原因 3月 特首選舉正在來 9至11月 20大的 第三輪的習近平要坐莊 要永續 正在來 在這段時間 洗下板 基本上做個權力鬥爭是應該的 我當然 和大家 都是沒有辦法參與這場鬥爭 但肯定我們剝花生 很多東西 是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說 共產黨員 最終會被自己共產黨殺的 害死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何君堯怎麼這麼得戚 針鋒相對的已經在來 香港近期爆出 涉及政要的多人聚會 並傳出有人確診Omicron 引發外界的評擊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也聲稱非常失望 不過有媒體爆出 林鄭月娥自身也有出席婚宴活動 今天早上被媒體問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說香港並未出現新一波疫情 民政事務局前常任秘書長 廠商會前行政總裁楊立門 就在昨日在報章上讚文 指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民生日Party當日 當局也有未確定社區爆發的情況 當時沒有確定 仍然未確定有社區爆發的情況 除了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之外 大部分出席者的官員都是短暫逗留 除非政府有內部指引 明文禁止高級官員出席聚會 否則這個楊立門是不明白 特首時候批評官員的理據何在 楊立門又說 曾經在一個商會前副主席的 這個籌辦的晚宴裡 同場見到林鄭月娥 質疑特首有沒有以身作質 那林鄭月娥一直都是好用鬥狠的 於是胡仔昨天下午11日針對傳媒詢問他 有沒有考慮防疫問題的時候 他堅稱第一起香港本土的Omicron案例 就是在2021年的12月30日發現 他出席的多場聚會在11月底和12月初 而且出席婚禮時只有花了大概10分鐘 到場公賀 並聲稱當時在香港並未出現新一波疫情 即是說有新一波疫情的時候 這些全部要撤走 就這樣給他辯解了 那麼關鍵的地方是甚麼呢 其實我就覺得 是不是新一波疫情之前 還是之後出席這些所謂的聚會 婚宴並不是我關注的焦點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自由人 這些東西完全是正常 你問任何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 即是德國人 全部這些是正常到不得了的東西 我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今天你林鄭月娥是咬那班人 第一 你先有沒有依據 你有沒有內部指引 如果你說的是道德 你說的是勸喻 而不是內部指引的話 不得了 第二 就是說 你說 當時已經有張竹君 有些甚麼人 已經跟陳肇始 已經告訴你 第五波疫情已經爆發了 但 他有沒有叫大家 基本上 不可以去出席這些聚會呢 他有沒有收緊 這些場所 要做的事 是沒有做任何的事 那些類場所 有沒有合法呢 就是我們會講講 但是那些賓客 又有違法呢 那大家要調查 那就是從法律觀念去講 你就是執法 你政府不是執行 所謂的一些勸喻 你執行執法 那問題就是說 何君堯說的 有沒有沒有道理 任美Sir沒有道理 他有一番自己的道理 當然不是完整的道理 他有一番自己的道理在這裡 我就覺得呢 重點的地方 不是嘴邊有道理 你們全部都是邪惡透頂 我怎麼跟你講 有沒有道理 我的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互相鬥 這點才是重要 就是我想呢 作為一個傳媒 或者作為一個評論人 在關注著 他們這幫人在搞什麼 就是說 以前你看到 所謂的建制派的烈行 本來是工商界 和地下黨之間 就是民建聯工聯會 和自由黨之間的東西 就是你看書片的時候 現在的烈行不是這樣玩的 現在就是在哪裡呢 簡單來說 就是中聯版系統的人 和習近平所欽點的林鄭月娥之間的鬥爭 而這件事 林鄭月娥 很多人被視為呢 不會再連入 如果習近平 不會要他 會要令一些人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無論結果是怎樣的 大家都知道 中共中央 還沒確定 下屆特撒哪個時候呢 大家就在重聲勸話 用這個方式 來互相在那裡 唱聲 就是唱聲 這個地方才是真正的重點 而政圈流傳一張名字為李國章 就是這個港大後委會的一個 垃圾人物 的WhatsApp對話截圖 這個所謂的李國章這個人 看到阿太林鄭輕重不分 只打自己人放生國泰 就說這個異曲同工 我們講過那個朱瑋勝醫生 就是楊子晶的丈夫 朱瑋勝 他就說 你怎麼說是重洪門會 因為講張敬軒唱會 張敬軒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補充 沒有意見 他是這樣說的 好了 你今天 林鄭這個所謂李國章的話 林鄭軒輕重不分 只打自己人放生國泰 很簡單 國泰那些人 你放生了 國泰那些人 放生了 不得了 但林鄭月娥就是 只打自己人 這一點 是不是痛呢 為什麼是不是打自己人 其實問題 那些是自己人 這就是問題 這些是中聯版的人 OK 林鄭月娥是直屬習近平的 OK 所以這一點就是關鍵所在 所以他打的不是自己人 是掛名在他下面那些官 他不補他們 他今天 是不是要做他的保護傘 這個問題就是很值得探討 他補哪些 不補哪些 也都很值得探討 OK 就是將他們禁閉21日 然後又說了14日 又很值得探討 OK 總之就是說 指打自己人 放生國泰 國泰 就說呢 國泰的主管 要為那些員工的行為負責 但他身為一區之長 應該他說過 是要為全部特區所有負責的 那他要不要為那些官員 出席這個所謂的聚會 洪門匯來負責呢 他說不需要負責 是這個官員自己的責任 就是擴鬧事 簡直不知所為 他說 李國昌就說 阿太輕重不分 就是林鄭輕重不分 指打自己人 放生國泰 欠香港人一個交代 就疑似是指向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昌 而李國昌接受香港01訪問的時候表示 這個信息並非出自他的手 他透露說 這次事件 林鄭月娥之所以如此不滿 是因為洪門宴當日組會上面 已經表明往後 有機會收緊措施 提醒官員不要出席大型社交活動 但勸告被無視 最終搞出了亂子 所以特別慶 就是他就說 已經預告了這樣做 已經是一個 預告了這樣做 但你說沒有內部指引 在當日組會上面 你表明會有機會收緊措施 提醒官員不要出席大型社交活動 你很簡單 特別慶就是這樣 但告訴你 你沒有內部指引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就說 你說的話 人家不聽你 人家不理你 不騷擾你 落你面 OK 這就是真正的鬥爭所在 因為很多那幫中聯版系統的官員 認為林鄭月娥不會再任下一屆特首 OK 這件事的話 是與不是 不重要就是說 你今天去落的面是 就是習近平五年前所欽點的人的面 那你想一想 結果是什麼 你不要以為這樣不是煽動罪 不是煽惑人家去推翻現在政權 煽惑大家對他仇恨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這些在安理罪名的時候 欲加之罪 何萬無恥呢 所以今天 替人頭者 人亦替其頭 你以為 就是今天你要特斥 爬文爬武 在這裡對付我們民主派的人士 最後他朝軍體也相同 也不知相同 你要變本加厲承受更多的事情 這個流傳的訊息裡面 李國昌提到出席晚宴的官員和議員 的確是敏感度不足 但何罪之有 這就是何君堯的說詞 就是說 國泰航空失職失責是事實 全城受到波及責任難免 阿太輕重不分 自打自己人放生國泰 欠香港人一個交代 國人其後又以英文留言 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才是罪魁禍首 為國泰基組人員爭取豁免檢疫 沒有好好管理 而這圖下方有一個名為 W.Y.H. Kennedy的人物留言一句怒怒的表情符號 那這個誰呢 不得而知 他肯定就是說 李國昌回封香港01的時候說 未試過不曾 即是沒有曾經發出過以上內容 我沒有這樣說過 其實本身也很少打中文訊息 那這件事就不得而知 究竟是真假李國昌了 所以這個羅生門越演越烈 那隨此之外 林鄭這件事被她當過了骨 大概顯然到就是 彼此之間 林鄭她和她自己的官離心離得 林鄭 即是這個所謂習近平陰典的人物 和中聯版的人物離心離得 而更加重要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很多禮崩樂壞的情況就出現了 譬如說 我們看到 西環聚會的地方 我們說過這個黃絲雅 和一個四十多歲的X女士 我們聲稱為 那這兩個就一直去那個地方 他們黃絲雅報稱 江樂道西115號 那就是她這個地方 聚會完之後 才再去這個 這個洪門越 OK 所以黃絲雅是毒口 她最喜歡一個host 來的 就變成她有毒 有病毒 之後帶到她這個 洪門越 那洪門越的時候 不斷亂爆 搞到這麼多人要 現在運足高彎 最壞的那個黃絲雅 但是黃絲雅 她報的地址 之前去的地方 就是江樂道西115號 按理來說 就應該找個地方 要去封樓 甚至要去檢測 甚至搞清楚 當時發生什麼人 有什麼關聯人物 好了 一調查 發現江樂道西是沒有115號的 這件事爆發的時候 就是說 究竟哪個地方 因為張竹君 她是在前日公佈聚會地點 在江樂道西115號的時候 她昨天在記者會上澄清 她說正確地點應是江樂道西155號 地下3號鋪 是屬於私人地方 沒有門牌 拉了鐵襲 張竹君表示 當時這個地方不是營業餐廳 也不是表列廚所 而獨立媒體的記者 前往3號去視察 那個地方旁邊就是高樂花園 高樂花園旁邊的block就是中聯板 整個地方是西圓盤 就是中聯板在西邊 往東邊的block就是高樂花園 高樂花園最東邊的block就是乾樂道西155號地下鋪 有高樂花園的居民表示 上個星期仍然看到地址有水牌 但現在疑似被撕走 其實已經知道什麼事被撕走 我個人是懷疑 這個是分分鐘 要不是就是後面的西區警署 或者是中聯板的私鬥 自己的私鬥 專門在地方做多交際 前權交易 這是我的一個猜測 因為第一 你接觸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哪裏這麼聰明 知道這個地方一定是有內情的人士 掌握到裡面的消息 江樂道西不是115號 是155號地下3號 而那個地方以前上個星期有水牌 現在已經拔走了 居民形容 3號傍晚才開門 進去的人都是依著光線 關鍵的地方 依著光線 即是非負則軌 是的 但由於用屏風遮蔽 外面的人看不到3號傍的情況 所以更加詭異 你打開門口做生意 即是找你火鍋店去遮蔽才行 就是這個是一個達官貴人 社會賢達 非富則貴的一個聚會場所 翻查Google的地圖 在2017年初 仍然是金庫國際洋行 有街坊益術 這個地方是貨倉 其後3號鋪變成了 還發洋酒直銷廣場 不過這個地方其後招租 而Google Map顯示 就說3號鋪有6600呎 另外在前年2020年11月 Google地圖已經顯示了 3號鋪遺風裝修 一直未見招牌 而讀媒記者傍晚視察3號鋪 我根本沒有招牌說這裡是餐廳 他上個星期路過時 仍然看到門外掛著 乾樂道西155號3號的地址水牌 但是現時水牌已經被撕走 場上留下痕跡、阿華益術 出入者都是光鮮依著的人 3號鋪被人感覺是只做熟人生意 記者向高惠物業管理公司 保安查詢3號鋪的詳情 對方指表示不知道就叫記者走了 而西環聚會的實際人數未能掌握 除了昨天公佈的5人送檢之外 張竹君再透露另外有7至8人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同樣送往檢疫中心 被問確聚會出席者 是否包括中聯版人員 他表示沒有資料 而這個讀媒網的記者就問 這些密切接觸者 有沒有人再出席熊維民生日派對 張竹君表示據據所知 目前新增的密切接觸者 並沒有繼續出席這個派對 有關江樂道西155號地下3號鋪的細節 張竹君表示這個地方 有1、2張桌 有沙發 好像家企一樣 用作招呼朋友開會 吃飯、飲食 7至8人密切接觸者當中 有人負責煮食 有些人負責招呼 他表示個人都是朋友 朋友 我當你一輩子朋友 相信是沒有戴口罩 界定他們是密切接觸者 所以送往這個檢疫中心 張竹君也指出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 在前天去到這個上述地址的時候 花了不少時間 了解這個地方是否表列處所 但最終確定 這個地方不是餐廳 衛生防護中心決定 將江岳道西155號大廈 納入強制的檢測 被問及為何去到昨日 才將大廈強檢 張竹君表示 中心表示 這個地方沒有門牌 拉了鐵閘 中心人員花了一段時間 了解地址 和是否表列處處所 至於是否涉及有人虛報行蹤 虛報行蹤就是黃絲雅 波原独罪虛報行蹤 張竹君表示 前天知道有五個人飲食 要逐個了解 而紅衛民生日派對的確實數字 張竹君表示 沒有確實的數字 又沒有多一兩個 有可能的 所以這一點 都看到 亂七八糟聯想客 連確實數字你調查不到 金螺營你做不到 我不會怪你 但我自己有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說 今天 這一個 你看到整個新聞的重點 就是 喂 有人是私人虛報的 是不是 那你說 他報錯而已 11155 說了115 我就告訴大家 就是 如果真的是115的時候 那些115的不是被你害死嗎 同時就是說 你報這些數字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說清楚 那個具體的情況在哪裡呢 報數字的時候 是不是政府官員都會在網上查 還有跟他 crosscheck 是不是那個地方 打Goole Map就可以了 江洛杜西 你看到115號 沒有什麼顯示的 那你問是不是115號 沒有115號 立刻告訴大家 是立即做到 而政府已經沒有了這個專業的能力 去判斷究竟什麼是真心還是假話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今天 整件事禮崩惡惠到 是毫無專業能力判別一個人 是不是講假話 好了 這個地方我講一個故意講假話的 他不是過失講錯話 他故意講錯話的更加離譜 就是爭取時間 時間 被這間店舖拔走了水牌 剛剛已經告訴大家 就是說 我極度懷疑這個地方 就是中聯版 鍋床的地方 這個是很清晰的一點 另外你會看到 我看到一些記者都說 鴻門現新增的確診者 的陳詠心 詠就是聰詠的詠 心就是三點數的心 就是擔任統戰組織 港澳深圳市僑聯聯儀會的會董 以及這個清關會 就是法輪功的仇家 清關會的公關主任 而他居住的軍會港 據報是中聯版 員工宿舍 所以就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 鴻門宴、鴻門會 是不是也都牽涉到中聯版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個地方 港屋五個人 剛剛張出軍的港屋五個人 有沒有包括這個陳詠心呢 而如果包括的話呢 重點不是你有沒有染毒的問題 而是說原來他 他這二百一十七個人 甚至沒有更多 現在越來越多 在中聯版裡面 更加坐實了 這個 不知道是鴻唯文的生日 匹 鴻唯文的背景 我介紹過了 是吧 尹大常委 不是常委 尹大代表 是吧 關心雞賊 很簡單 他履歷表他寫八個字就搞定 尹大代表 關心雞賊 那這個鴻唯文之外 這麼多聲光響響 就是你看到很多些 議員在那個地方 在那裡借票 互相在那裡 倒一倒 給一下面 他怎麼倒一會 給一下面 給誰呢 這個關鍵 是吧 而這件事是一個 中聯版 其實中聯版為首 港官為父 去慶祝這個 鴻唯文生日的東西 命為賀秀 實為亂義 以及 去做更多的東西 或者甚至更多交易在裡面做 這個地方就是關鍵 所以現在地方 要打這幫人呢 就一定要呢 心狠手辣的 就是搞這件事的話 就是說 要對這幫人下重手 逼到這幫人 跳起來 以為呢 是一個弱主 就是弱勢的一個 林鄭娥 在打這些議員 事實上呢 如果屠龍都 在習近平 宴出來的話 這幫這樣的 中聯版的人 隨時都會 被打倒 如果不宴 我們要想著 習近平 你有權力嗎 管理香港 給你這幫這樣的人 在那裡說 就是 何君堯都出來 都說 在那個地方 搞那麼久 我要車回家 你完全不讓我 自己找司機 撞我回去 是不是 又找我這樣 非法禁錮我 誣告他 或者誹謗他 非法禁錮我 還要求 把陳肇指 和林鄭月娥 非法禁錮在這個地方 交換 這個地方 這樣挑戰這個權力 煽惑罪 煽動罪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煽惑他人 非法禁錮行政長官 我問你 該當何罪 很簡單 所以到今天 你會看到 越來越重要 所以關注焦點 新的關注焦點 這兩派的鬥爭 白熱化 第二個地方 中聯版 中聯版的官員 不只是那些劉羅 不是只是徐英偉 這些人 是中聯版的官員 剛剛說陳偉心 他就是 統戰組織 港澳深圳市 僑聯聯誼會 的會黨 清關會公關主任 也是居住 軍會講義的 中聯版的人 我請問這個 新確診的 陳偉心 是何許人有 這個情況 慢慢慢慢 會更加發揮出來 你們會拭目以待 命流的新變化 但顯然 現在這種情況 我們剝花心 看熱流 就是看熱流 都會有趣 希望大家 繼續關注這件事 請問這件事 請問這件事